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 应就近在换处周围找出各个压痛点按推 换处周围亦可以将粉泥涂抹 然后配合按推 以提升局部的自愈力修复力为温敷换处 随着年长体衰 天内热能会越来越弱 除上述按推及热源外 其余保健支援 诸如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等 诸如善缘 需在生活中一一落实 才能改善体伤 接热能不足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问题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虽然回答了 但这样的回答感觉就 我认为不一定回答得很好 理由就是很简单 提问者因为他说胸闷啊耳鸣啊 那基本上耳鸣按推几乎没有效 那志工回答都是从理论上来回答 但就实际来看 如果你能拍出为什么按推没有效 到底是手法出了问题 有没有手法出了问题 如果你能拍出一个影片 那你比如说你是怎么按的 人家是怎么帮你按的 或是怎么样 那拍出来我们一看 我们就知道了 可能手法不到位 那这时候一定要先求手法 如果你手法都按不好 那如何用手法来变出 他处体相与患处体相 那这个都等于又落入到 理论的讲法去了 所以对你的病情也没有帮助 那确实耳鸣我长期的观察就是 多数他患处体相的多了 那如果也有耳鸣按几天之后 你按到位温敷而慢慢改善 临床上也有这样的案例 那如果你手法真的到位了 按堆真的没有效 那这个我的建议就是刚刚志工讲的 就是在加强温敷 那只要热能够 那个声音会慢慢变响 但患者心态上也要养成 那个耳鸣我 我很清楚 他大部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会叫得更大声 那如果你越在乎 那他就会让你睡眠受影响 所以尽量在心态上 就是接受他 然后你睡你的 他叫他的 如果能够这样 把心胸打开 然后对这件事情这样去理解 不要耿耿于滑 你越在乎他叫得越大声 你不是情况更严重吗 所以不如就随他叫 你睡你的 先这样 慢慢心态也养成 然后再慢慢加强热源的补充 我相信也可以改善 我自己就有耳鸣过的经验 当时候年轻的时候 耳鸣蛮厉害 就是为了考中医 那考中医压力蛮大 有时候 第一个 长期读 就是早晚读 那因为睡眠也睡不好 那时候叫得特别大声 尤其到晚上 就好像馋在叫 那个很尖锐 但自己 那时候也知道自己考试将近 然后也不理这些了 那考完之后 然后再慢慢恢复正常的运动 然后压力也慢慢释怀了 我发现耳鸣就开始有改善 刚开始当然还是一直叫 但一段时间几个月后 那个声音就慢慢变小 所以我说如果是患处体伤 你心态调整 然后热能又补足 那个体伤是可以修复 声音也可以变小 那心态上我认为是蛮重要 你越在乎 早期我刚开始有时候也很在乎 然后压力又大 然后发现也会影响睡眠 然后影响睡眠耳鸣又加重 那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的建议是耳鸣 现在因为原始点已经 算是蛮成熟了 手法一定要精准 一定有帮助 耳后 然后包括整骨 按按 然后再加强热源 然后如果确定这样按完没有效 那就是患处体伤 一定要心态上来调整 然后再加强改善体质 那我的补充就这样 那也希望读者以后再问类似的问题 比如你怎么按的那些影片 也可以传过来 因为我发现很多疾病 好像大家都听懂 但是常常会犯到怎么样 手法又出了问题 好像你问的 我们第一个想法 那就是在假设性 你的手法都没问题 那这样回答就可以了 那万一你真的手法有问题呢 那这些回答是不是 有一些就不适用 比如每个 因为你手法不行 本来是塌处体伤的 每一个被你按完 都变成患处体伤 那我们一直强调乐园 事实上又不能解决 有时候是手法也有可能 所以对于类似的问题 我就补充到这里